體驗 Perfect Mobile 無限的優點 Bye Bye Pee Play 手機 再見啦 家用電話 向真正無限說Hello 全省無限任港計劃月費只是15元 無限收發電郵月費只是5元 Perfect Mobile 獲一收費 無合約、無額外收費 真正無限任港 今天的娛樂CSI終於不是和大家說是非 反而和大家說網上購物 身處在多倫多的我們應該都會經常網上購物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買到 即是香港或者亞洲區的漂亮衣服 又或者一些新的產品 大家一定會網上購物 應該就知道什麼叫淘寶網 淘寶網是國內最大的網上購物網 所有人都上去的 特別是香港人 我們去淘寶網買東西的時候 除了買衣服之外 還可以買到很多不同的精品 現在還可以買多一些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和明星有關係 一起娛樂CSI 謝謝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網上購物呢 如果你喜歡網上購物的話 一定要聽過淘寶網 淘寶網其實是中國最大的網上購物網站 多倫多的朋友要在淘寶網買東西 就要找代購 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要幫淘寶網買東西的話 就非常方便 直接跟商家談 就可以送到你家裡 所以有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 上淘寶買東西 甚至乎多倫多的人都喜歡這樣做 我們上網買東西 都是希望可以買到 我們平時很難買到的東西 上網買又方便又直接 付完錢之後 就可以寄到你家裡 所以淘寶方面 其實每天真的有很多人上去那裡 除了可以買東西之外 其實宣傳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你知道現在很多的歌手明星都很希望 在國內打響這個名堂 因為找人仔真的好過找港幣多多隻 所以有很多的明星都開微博 希望可以在微博那裡吸納多些的粉絲 有些唱片公司 就讓他們想到在淘寶那裡開公司 開什麼公司 當然是幫一班歌手開公司 賣他們的紀念品 其中一個想到這條條的就是風料娛樂 就是阿JAM的唱片公司 他們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淘寶那裡 就幫阿JAM開了一間公司 好像一個商鋪那樣 就是賣衣服 賣什麼都可以 阿JAM在上面真的賣什麼呢 其實他都是賣衣服 賣CD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今年的五月 阿JAM舉行了他的演唱會 他演唱會裡面有很多限量版的T-shirt 還有DVD和CD 他唱片公司就把這些產品 放上淘寶網那裡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就可以去到淘寶那裡買 由於很多身處外地的歌迷 是不能夠去到紅館那裡 買阿JAM的紀念版T-shirt 所以我們放上淘寶之後 大家就可以去淘寶那裡買 由於在淘寶那裡開商鋪 真的非常之簡單 所以好像何韻詩那樣 今年的一月 已經在淘寶那裡開了商鋪 何韻詩就不同 因為何韻詩除了T-shirt 和CD之外 他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因為在上年的聖誕節 何韻詩就出了10樣紀念版的一些物品 就幫他何韻詩的慈善基金籌款 他現在就把所有這些物品 就放在淘寶網上面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上去淘寶那裡就買到的了 至於價錢方面 一班記者都看到 的確是比香港買的時候 貴了一點點 但都沒有辦法 由於現在那邊收這個人仔 再加上它是比香港的港幣 再貴一點 所以的確是有點盈利 就著這件事 也問過何韻詩和JAM 何韻詩就說其實放上去 都是為了一些海外的歌迷 買不到他的紀念版的物品 就可以上到他的淘寶網那裡買的 他說這個網跟唱片公司沒有關係 是他自己開的 所以他說所有的貨品 都是他自己拿出來的 也都會直接寄到他買家那裡 至於JAM就搞笑一點 由於JAM的商店 是他唱片公司幫他開的 所以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究竟放了些什麼上去賣的 一班記者跟他說 就放了他的CD和T恤 他才知道的 他說賣多少錢 還有有多少的交易 他完全不知道 全部都是他唱片公司的人幫他 我想JAM和何韻詩都開了商店之後 應該會有很多不同的歌詩 繼續都會在淘寶那裡開公司 我最希望就是 古具機快點在淘寶那裡開商店 我就可以買到古具機 自己設計的T恤 那麼那麼久 是時候白鑽公頭 白鑽公頭的題目想問一下你 你還想哪一位明星在淘寶那裡開商店呢 留意將你的意見開到八寸娛樂的網站 Kickup討論區將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